第3361章逃出包围圈,可以说,如果不是他现在好歹也算是古神之体,只怕施展这巨手神通,足以要了他的性命。 哼,一声巨响猛然传来,而随之便是连绵不绝的爆炸声。 终于,那巨手终于落下,这一刻,除了那轰鸿之声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声音,不管是魔族也好,还是归人先踪弟子也罢,这一刻完全被巨手恐怖的威力所震撼。 万里范围之内,在那巨手落下的刹那直接化作虚无。 不管是高山也好,秘灵也罢,自然,也包括那巨手之下的众魔族,在这一刻,完全被巨手恐怖的威力直接碾压成为粉末,没有尸体留下,因为那恐怖的威力之下,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此时,远处漂浮在半空之中的魔族强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巨大的手印印在了大地之上,而在那手印范围之内,一切都不复存在。 但,似乎即便是到了现在还不算结束,突然,有魔族强者惊恐地大声吼道,快扯,离开那里。 只是可惜,等着声音响起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 痴痴,诡异的声音响起,那声音刺耳无比,更是有一种射人心魄的感觉。 此时,那锯手所印下的锯坑之中,一枚诡异的黑球出现。 而就在那黑球出现的刹那,却是猛然爆裂开来。 那一道道黑色的光芒,瞬息之间朝着四面飞射而出。 但凡是被光芒所波及到的魔族,无不是瞬间失去生命。 不管其究竟是何等修为,在面对给色光芒之时,竟然都毫无抵抗之力。 衰败神力,那是衰败的神力。 尖利训报,神力训报,这些都是人们能够知道的,但是衰败神力,却只存在传说之中。 传说,神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引起自身的衰败,但是神力何其强悍,以至于神力的衰败并不会消散,而是会将所有的威力在压缩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猛然爆发。 那是一种不管是魔族,还是归原先宗弟子都难以理解的存在。 甚至于,就算是施展这一招的照放,也根本不能理解,那衰败神力究竟为何会发生。 点,但是,这却并不会妨碍众人看到那衰败神力的威力。 绝对碾压,绝对秒杀,无论在这衰败神力面前的是何等修为的强者,无不是瞬间秒杀。 因为,那衰败神力一旦碰到任何生灵或者说是仙力等,便会瞬间引起连锁衰败。 所有人,退后,看到那衰败神力的威力,就连照放也不得不命众人退后。 他并不知道这衰败神力是如何出现的,但是照放心中却有一个猜测,十之八九, 这衰败神力实际上是因为巨手落下之时在那一瞬间将魔族强者全部灭杀, 而魔器与仙力从那些魔族强者以及周围空间瞬间喷发, 却又因为巨手的禁锢又时瞬间被压缩到了原地。 于是,引起了仙力和魔力的训报,但那训报仅仅只是一瞬间完成, 所以,便是拥有了足够的威力引动那巨手之中的神力跟着训报, 只是一些莫名原因,导致了神力训报并不完全,转变成了这衰败神力。 这只是赵方的猜测,但赵方却是觉得,十之八九便是如此。 黑色的光芒并没有飞出太久,那光芒似乎与仙力还有魔力达到了一种诡异的抵消一般, 只要是黑色光芒在吸收了足够的魔力或者仙力之后,便会消散, 但这么短短的刹那之间,确实让巨手周围的众魔族再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所有人都愣住了,被那恐怖的一击震撼住了。 人们怀疑,或许,就算是先帝的权力一击,也不过就是如此吧。 当然,其他人会被震撼,赵方可不会,毕竟,那一击就是赵方所施展的, 哪怕是有些超出赵方原本预料的威力。 此刻,赵方便是立刻大声喊道,随我冲出去。 归原先宗弟子立刻醒悟过来,赵方施展这一击的目的可就是为了打破魔族的围困, 给众人打出一条出路啊。 所以,这一刻众人哪里会犹豫,无故是纷纷用尽自己最快的速度,朝着那缺口冲了过去。 而此刻,反应过来的魔族也是纷纷围了上来,但是被之前巨手所震撼, 很明显的他们冲上来的速度慢了几分,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刹那, 赵方便是带着归原先宗众人冲出了包围圈,不要恋战,快撤。 赵方在一次大声喊道,此刻,已经有部分魔族强者赶来,和归原先宗弟子交手, 但赵方十分清楚,他们根本耽搁不得,一旦是让魔族再次合围, 那么可就真的是必死无疑了,毕竟,赵方根本没有能力第二次施展巨手。 杀,杀出去,归原先宗弟子大声地呼喊着,如同封魔一般不顾一切地朝着前面冲杀。 点,对于那些挡路的魔族,众人无故是用尽自己的权利,哪怕是不惜以命换命。 这一刻,谁都清楚,他们的机会只有一次,甚至就算这仅有的机会,还是随时可能会消失。 魔族是有备而来,思念合围之下,就算赵方的巨手打开一条血路, 但却也并不能完全灭杀所有魔族,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依然有少量魔族拦截, 当然,这残余的魔族已经根本不能对归原先宗众人造成太大的威胁, 他们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便是千万不能被魔族阻拦速度。 因为一旦速度慢下来,那么周围的魔族必然会将他困住,从而必死无疑。 在赵方的带领下,所有人,用尽自己最快的速度朝着前面击驰而去, 而众魔族因为忌惮于那具手,所以此刻的速度虽然也不慢, 可也并没有立刻追上,只是跟在众人后面,赵方清楚地知道魔族忌惮的是什么, 也清楚地知道,一旦让众魔族反应过来,必然会全力追杀他们, 所以,赵方必须要做出回应。 此时的赵方,体内神力机会已经被完全掏空, 因为他已经成就古神之体,所以此刻的赵方体内已经没有了先力, 而全部都是神力,不过好在,他那强悍的恢复力依然存在, 只是因为恢复的是神力所以慢了一些。 第3362章死伤惨重,赵方一面快速撤离,一面默默等待着体内的神力凝聚, 终于,当体内再一次有了一丝神力之后,赵方不再犹豫, 将那最后的神力再一次凝聚成为一只巨手。 当然,这一次,这只巨手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威力, 不过,因为蕴含了一丝神力,所以那种射人心魄的威压依然是淡淡存在。 众魔族面色骇然,无故事纷纷闪避, 哪里还顾得上追击赵方等人,赵方等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立刻便是远顿离开,等那些魔族发现。 那举手不过就是一个蕴含威压的幻影。 实则毫无威胁的时候,赵方等人早已经远离。 这一战,赵方等人可以说损失惨重, 魔族不止重兵,原本是准备将赵方他们英网打尽。 点,如果不是赵方神格彻底觉醒,获得古神传承,能够施展逆天的古神手段, 只怕这一次赵方他们真的是九死一生了, 可就算如此,此时赵方身边,也只剩下了不到百人。 两千余人出发,如今却是损失这般惨重, 换作是谁,脸上都不会好看,此时整个队伍沉默无言, 他们自然不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 哪怕对于牺牲,也并不后悔,因为众人十分清楚, 他们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而他们的牺牲,对于整个战局又究竟有着何等影响力, 只是,毕竟同伴一个个死在自己眼前, 而计算他们自己,其实也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 那么自然难免,会有一股压抑。 此时赵方心中也在考虑着, 从这一次的魔族大围剿,赵方已经明白, 魔族已经反应过来,而且也调集了足够力量, 准备将他们这一只精锐全部斩杀。 看看身后那最后的归原先宗精锐弟子, 赵方必须要做出决定, 他是应该继续带着这些人袭扰魔族的腹地, 牵制魔族的兵力,还是应该将他们带回去了。 但其实,这两个选择,都充满了无数的危险, 继续袭扰,那么类似今天这样的陷阱随时可能出现, 毕竟,魔族占据主场优势,同时又拥有着绝对的兵力压制, 想要布置一个围剿圈,简直是在轻松不过。 可以说,赵方他们,已经不能再经受一次围剿了, 否则,这些人真的是要全部留在这里了。 对于赵方自己而言,他或许能够通过古神传承的手段离开, 但他带来的这些人,却逼死无疑。 再说了,如今赵方身边不过百余人, 实则,也根本不能起到太大的牵制作用, 那么,撤退了。 当然,赵方随时可以带着这些人撤退, 可撤退之路,又哪里是那么简单。 赵方他们在魔族腹地横行无际, 斩杀的魔族不尽其数, 甚至屠城也不是没有做过, 如此一来,魔族又怎么可能会担心放他们离开。 赵方毫不怀疑, 除了在周围不断围剿他们的魔族之外, 只怕在他们身后, 也就是魔族和人族的边境之地, 早已经布置了无数的天罗地网, 想要回去,恐怕也绝不是那么简单。 赵方沉默片刻, 但最终还是决定撤离, 这些人,都是人族的英雄, 他们已经付出了足够多。 而赵方, 不能让他们全部死在魔族腹地。 所以此时, 赵方直接停下脚步, 众人见到赵方停下脚步, 也是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将目光看向赵方, 赵方转身, 看了看众人, 然后说道, 诸位, 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决定, 从现在开始, 我们转向, 回人族。 所有人眼睛猛然一亮, 回家, 他们可以回家了, 说真的, 其实众人并没有任何不满的, 毕竟, 从一开始过来, 他们就十分清楚这接下来会面对的危险,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们无怨无悔, 而在赵方的带领下, 他们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甚至是超乎他们自己心中预估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 在很多人心中, 都是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哪怕赵方现在让他们继续任务, 他们也绝对无怨无悔。 点, 但是, 如果可以回去, 那么谁又能不心动? 赵方看着那一双双激动的眼神, 心中微微一颤, 这些人, 都是人族的英雄, 如果可以, 他绝对不会亏败他们任何一人。 点, 如果可以, 赵方也绝对不会放弃他们任何一人。 赵方吻了吻心神, 继续说道, 诸位, 想必大家也应该明白, 咱们在魔族所做的, 绝对是让魔族深恶痛绝, 恨不得将我们全部抓住, 然后剥皮抽筋, 所以了, 这回去的路, 只怕也不是那么好走。 有一名归原先宗弟子此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神子大人, 您是在夸我们吗? 是啊, 我们让魔族恨不得要将我们剥皮抽筋, 不过可惜了, 他们只怕没有那机会了。 就是, 就是, 神子殿下, 弟子从未想过, 有朝一日竟然能够斩杀如此多的魔族。 哼, 这些魔族自己找死, 无故入侵我人族, 那么,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人族的厉害, 只要将他们杀疼了, 杀怕了, 他们才会明白, 我人族绝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哼,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说实在的, 原本我都做好必死的准备, 但不管怎么说, 这次, 咱们绝对石杀够了本的, 我相信, 就算是我们全部战死, 宗门, 还有其他仙国, 其他人族, 也都会铭记我们, 我们, 是英雄。 没错, 我们都是英雄, 众人士气猛然提升不少, 或许是想到了自己的功绩, 又或许是因为想到可以回家, 重新生起的希望, 但至少, 这一刻, 队伍之中的颓败之气不在, 而是充满了战意, 照放对于众人的表现颇为满意, 但却也清楚地知道, 想要回去,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此时便是开口说道, 诸位, 想必你们也应该明白, 如今的魔族早已经恨我们入骨, 那么魔族绝不可能会让我们, 轻易回去, 在边境之地, 必然会有魔族大君阻拦, 所以, 想要回去, 只怕我们还需要慎重考虑, 第3363章杀他一个来回, 众人点头, 他们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不过他们相信照放, 照放能够带着他们在魔族腹地, 给魔族重创, 那么自然, 也能够带着他们离开, 神子殿下大可直接下令, 我等绝对无条件服从殿下的命令, 是的, 神子殿下想要怎么做, 我等都全力支持, 照放摆了摆手, 继续说道, 这次我们需要冲破魔族重兵, 才有机会回去, 而凭借我们现在的实力, 硬闯破证根本不可能, 所以, 还是需要慎重抉择的, 大家都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说一说, 一起找一个回去的办法, 众人见到照放这般说, 便也开始思考起来, 殿下, 凭借我等实力, 若是寻找到魔族防卫薄弱之处, 几人一个小组, 人少目标小, 若是几个人一组, 只怕魔族根本不那么容易发现我们, 到时候或许有机会通过, 此法也不行, 如今我们已经是魔族的眼中钉, 只怕他们绝对会防备我们任何一种潜伏手段, 几人一组行动, 目标固然小了, 但是战斗力也大为减弱, 一旦被发现, 只怕其他师兄弟根本来不及支援, 到时候, 可就必死无疑, 众人激烈地讨论着, 赵方倒是没有参与其中, 他默默听着众人的讨论, 而心中也是在思考着办法, 的确, 他们现在可是被动无比, 魔族不可能会放过他们, 前有魔族大军封锁, 而后面, 则是疯狂围捕他们的魔族大军, 赵方等人若是不能找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 那么这一次, 怕是真的就要是死无生了, 而就在赵方思考的时候, 突然, 有一个人却是低声说道, 诸位, 既然魔族摆明了是想要我们死,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贸然靠近边境, 那几乎等于是送死, 既然如此, 我们为何不反其道横之, 众人目光看向那人, 就连赵方也将目光看了过去, 那人继续说道, 诸位, 恐怕现在, 在魔族眼中, 我等不过就是残君, 犹如丧家之犬一般四面逃窜, 他们自然会觉得, 我们绝对会想办法活命, 想办法穿越前线, 那这样一来, 前线魔族必然做出了大量的布置的, 魔族想要杀我们, 这是必然, 毕竟, 我们在魔族腹地做出的事情, 他们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咱们, 而且, 在我们周围, 必然也会有大量魔族正在四面搜查我们的下落, 可以说, 咱们现在是四面受敌, 稍有不慎则必死无疑, 但是, 在这包围圈之外了, 恐怕包围圈之外的魔族同样恨我们入骨, 可也正是因为魔族已经做出了这般天罗地网般的布置, 所以只怕包围圈之外, 却反而是安全, 我的建议是, 咱们小心潜伏, 不往边境靠拢, 毕竟, 那里必然是魔族重点防范的地方, 咱们去魔族腹地, 更深入的魔族腹地, 在魔族眼中, 我们已经损失惨重, 甚至基本上已经不能形成太强的战斗力, 但是, 魔族这么想, 咱们偏偏要给他闹出一点动静来, 咱们, 直接去袭杀魔族的重要人员, 让魔族不得不分兵, 那人话说到这里, 照放其实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没错, 魔族现在大量兵力围捕他们这群人, 布下了天罗地网, 稍有不慎, 那么他们则是万劫不复, 可也正因为如此, 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机会, 因为如此一来, 那么魔族更为腹地的地方, 防范必然要松懈很多, 毕竟, 魔族的主要精锐已经抽调离开, 而魔族之所以敢将周围精锐抽调过来为杀照放他们, 实则一来是照放他们虽然弄出动静不下, 但其实大多时候, 只是斩杀的那些普通魔族, 就算是屠城, 能够斩杀的魔族高层也并没有几个, 而现在, 他们再次深入腹地, 却专门对那些魔族高层以及上位魔族出手, 只要是能够斩杀几个, 那么魔族的围剿大军必然只能回去保护他们的主子, 毕竟, 围剿照放他们的这些魔族, 可并不属于一个势力, 而是属于后方众多魔族势力, 可以说, 在围剿照放他们的这些魔族强者之中, 只有三分是魔族的正规军, 剩下的七分, 都是来源于魔族的大家族部署, 照放他们, 只需要斩杀几名魔族高层, 那么其他人, 必然只能抽掉自己的部下回来保护自己, 而到时候, 照放他们在以最快的速度杀一个回马将, 则有很大的机会杀出重围, 回到人祖领地, 这一招, 应该叫做声东击西, 最为重要的是, 如此一来, 必然能够对魔族造成极大的打击, 当然, 如果换作是以前, 这个办法照放他们根本行不通, 原因很简单, 就算照放身边都是归原先宗的精锐, 但实际上, 这些人如果面对魔族真正的强者, 却并不见得能够拿下对方, 如此一来, 继续深入, 主动找魔族高层的麻烦, 根本等于送死, 但现在不同了, 现在, 照放能够动用古神手段, 那么绝大多数时候, 照放大可以自己出手, 能够拿下那自然不会放过, 就算不能拿下, 那也能够及时撤离, 反正他们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非得要杀多少魔族高层, 而是要给魔族高层制造压力, 逼迫他们退金自保, 讲通了这其中的关键, 照放便是点头说道, 嗯, 这个办法不错, 我们就这么办吧, 见到照放点头, 其他人自然不会反对, 这一路上, 他们也已经见识到了照放的手段,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没有照放, 他们别说对魔族造成这般恐怖的杀伤, 只怕才进入魔族腹地不久, 便是已经被魔族围剿, 百人悄悄前行, 甚至一路上遇到一些低级的魔族氏族, 众人也没有出手, 而是隐藏起来, 第3364章意外收获, 小心翼翼的前进, 如今他们只剩下百人, 战斗力大为减弱, 但是这目标也是小了很多, 最为重要的是, 现在活下来的人, 都是经历了一次次战斗的人, 那么自然, 即便遇到某些突发情况, 他们也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再有一点也直观重要, 那就是士气, 可以说, 现在照放身边的这些归原先宗弟子, 其实早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 甚至很多人的心中, 根本就没有抱着能够活着回去的希望, 而只是想着尽可能斩杀敌人, 活着, 活着回去, 带回去无尽的荣耀, 自然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事情, 但是魔族疯狂地围捕, 却是让很多人心中已经有了觉悟, 这一次, 想要活着突围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些人但是心中, 其实都是抱着死战的决心, 一旦有了死战之心, 那么就算前面是灾大的危险, 其实也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毕竟, 连死都不怕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点, 对于这些归原先宗弟子而言, 虽然没人说, 但是其实, 他们每一个人心中最大的希望, 并不是自己能够活着回去, 而是希望, 赵放能够活着回去, 在他们眼中, 赵放是神子, 是归原先宗的天下行走, 是归原先宗, 甚至整个人族未来的希望, 虽然说, 赵放现在的修为还并不算高, 甚至比起他们其中很多人都要弱一些, 可是赵放表现出来的强悍战斗力, 确实已经折服了他们, 当然, 更为重要的是, 赵放是归原先宗的天下行走, 几乎是等于即将成为归原先宗的少宗主, 赵放不能有事, 因为他是人族的未来, 这才是这些归原先宗弟子们最为担心的事情, 只是, 因为现在的环境已经是如此, 其实谁跟谁都一样, 一旦遇到魔族围剿, 他们这些人, 谁也别想逃走, 所以, 这些话, 才没有人说出来而已, 按照计划, 赵放带着归原先宗, 赵放的众人继续朝着魔族腹地深入, 果然如同预料中那般, 出来一开始的封锁圈极为严密之外, 等赵放他们前进了大约三天的路程之后, 中围的魔族便是越来越少, 甚至偶尔还能看到从后方赶来的魔族队伍, 但是这些魔族队伍, 根本没有丝毫的停留, 而是快速地朝着前面跑去, 很明显, 在这些魔族的眼中, 是认为赵放他们必然想要逃走, 而根本不会想到, 赵放他们会继续深入, 魔火城, 魔族距离人族最近的一族重要巨城, 当然, 与其说它是一座城, 不如说它已经算是一个小型仙国了, 魔火城座用两座大陆, 甚至拥有完备的仙国守护, 这里, 原本是一个小型妖族仙国, 不过早已经被魔族拿下, 经营数千年, 而这里, 也是魔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中转之地, 魔族生活在域外, 并不与中心世界接壤, 照访它们能够过来都是冒着极大危险, 而正常来说, 如果想要来往于两边, 那么可是好做好死的准备, 如此一来, 那么魔族又怎么可能会担心? 毕竟, 如果不找出一个对策, 岂不是每一次穿越都会付出惨重的损失, 这平白的损失, 坏谁谁也不可能愿意, 于是, 魔火城便是诞生, 魔火城是魔族故意弄出来的一处隐秘地点, 城中除了魔族之外, 罕见的还有不少的妖族, 当然, 这些个妖族, 早已经完全投效魔族, 毕竟, 不投效那就只有死, 魔族留下它们, 也只是做一个障眼法, 以这些妖族为掩饰, 毕竟, 一般说来, 魔族若是攻打任何地方, 所过之处可以说绝不会留下任何活口, 图成灭族, 那才是魔族一贯作风, 那么自然, 如果见到一个先国之中还存在其他种族的人, 一般说来, 也都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里并没有被魔族入侵, 更何况, 魔族强行的闭关锁国, 使得这魔火城的妖族, 根本很少和外界接触, 就算偶尔有接触, 那也是在魔族的监控下, 魔族这么看重这小小一个魔火城, 那自然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里, 其实就是魔族最大的基地, 战争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资源, 无论是人力资源, 还是物资资源, 而先国战争, 种族战争, 其实也都是如此, 魔族能够全面和人族开战, 那么其中消耗的资源可想而知, 固然, 如果只是普通的丹药, 法宝等这一类的东西, 士族自然可以通过自己的乾坤袋等储物的东西携带, 但是, 如果是战地阵法, 大型的战略及法宝了, 这些东西的携带, 以及维护等等, 可都是需要专门的地方的, 比如说魔族那些能够破开先国守护的诡异手段, 可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 如果真的是从魔族附地慢慢运送, 那等东西送过来, 怕是早就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再则说来, 士族神色的物资也有消耗一空的时候, 难道物资没了就回去补充, 那可就真的是浪费时间了, 一直以来, 其实不管是归原先宗, 还是其他人族先国, 甚至是其他的种族, 其实都有一个极大的误区, 魔族时不时地袭击人族先国, 而且都是直接破开先国守护然后闯入, 如此一来, 便是给人一种假象, 这些魔族根本就是直接从域外传送来的, 但却根本没人知道, 原来魔族却是隐藏着这么一个基地, 此时, 基地内戒被森严, 一名面色略显苍白的年轻人眼神冰冷地看着面前跪着的一名上尉魔族奖励, 足足片刻之后才开口说道, 一群废物, 居然连区区一只人族的小队都灭杀不了, 我留你何用, 说话间, 也不见那年轻人出手, 而仅仅只是眼睛猛然一瞪, 刹那之间, 那跪在地上的上尉魔族似乎感觉到了恐怖无比的威压, 全身颤抖, 而双眼之中充满了惊恐, 殿下饶命, 殿下饶命, 那魔族强者不断求饶, 只是可惜, 似乎他的求饶根本没用, 此时, 他的身体正在慢慢地干枯下去, 而那年轻人却是冰冷地说道, 饶了你, 留着你做什么, 我的身边, 不养废物, 第3365章果然是条肥鱼, 此时, 周围其他魔族强者眼中只有无尽的惊恐, 根本没有人敢站出来替那魔族将领说话, 因为, 此时他们面前的, 可就是魔族的三皇子, 据说, 三皇子实力极为强悍, 但众魔族强者却根本没有见过他出手, 因为, 对付魔族, 三皇子根本不需要出手, 他身上特有的魔族皇族威压, 便是对普通魔族最大的杀招, 这个魔火城, 实际上就是由魔族三皇子镇守, 而且同时, 他也是整个魔族前线大军真正的幕后总指挥, 他的身份极为特殊, 而且也从未去过前线, 所以, 不要说人族, 就算是魔族很多人其实都根本不知道他就在魔火城之中, 不过, 魔族的高层将领却都是知道他的存在的, 原本, 这三皇子根本没有在意过赵放等人, 毕竟, 就算赵放等人在魔族腹地横行无忌, 但其实, 也根本没有伤及到魔族的真正根本, 也只是略危险的面子上过不去罢了, 可随着赵放等人袭击的魔族城镇越来越多, 甚至于, 还图了这三皇子一名弑妾的犬族, 便是引起了这三皇子的注意, 虽然说, 魔族三皇子的妻妾众多, 区区一个弑妾在三皇子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 但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他三皇子的人, 赵放等人杀了那是妾犬族, 自然是惹得三皇子不悦, 也可以说, 之后魔族会那般疯狂地围捕赵放他们, 实则, 就是因为这三皇子的命令, 可让着魔族三皇子没有想到的是, 他调动那么多人, 竟然根本没有拿下赵放那一群人, 这如何让他不怒? 看了看那一劲气绝的魔族将领, 魔族三皇子转头对着其他几名将领说道,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七天,七天之内, 如果你们还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那么你们就可以去见魔神了, 那几名将领下的浑身一颤, 他们可不敢怀疑三皇子的话, 要知道, 在魔皇众多的皇子之中, 这三皇子算是最受宠的, 也算是手段最为毒辣的, 杀他们几人, 简直犹如采死楼一般简单, 几人不敢犹豫, 光芒跪地称是, 只是, 魔族众人恐怕绝对想不到的事, 此时, 赵放等人, 竟然就是朝着这魔火城来的, 当然, 也并不是赵放他们故意的, 毕竟赵放他们都不知道魔火城的存在, 赵放他们, 其实也只是无意间来到这里罢了, 但是当靠近魔火城之后, 赵放还是察觉到了这里的异常, 殿下, 这里似乎有大雨啊, 一名归原先宗微微眠着眼, 小声说道, 赵放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旁边几人挥了挥手, 你们几个去探查一下, 小心一些, 莫要暴露行踪, 那几名归原先宗弟子立刻领命离开, 魔族的军队, 大部分都只是普通魔族和魔物组成, 而且, 正面战场上, 魔物的数量甚至比起魔族失足还要多很多, 而高阶魔族, 确实很少能看到, 但是赵放他们现在看到了什么, 他们看到了一支全部由高阶魔族组成的军队, 高阶魔族在魔族之中地位可是很高, 相当于人族的贵族, 甚至比起人族的贵族都还要地位高一些, 可是现在, 居然有这么一支全部由高阶魔族组成的军队, 那么只怕任谁都能够看出, 这里绝对有一条大鱼, 被赵放派出去的几人, 都是拥有一些特殊功法, 想要从魔族口中打探消息到时能够做到, 所以没让赵放等太久, 那几人便是已经回来, 而且此时, 他们脸上莫不是带着兴奋之色, 殿下, 属下等已经打探清楚了, 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座魔火城, 而这魔火城, 不但是魔族的一处重要基地, 最为重要的是, 这首这里的乃是魔族的三皇子, 是最有可能成为未来魔皇的人, 几乎已经是被公认的下一代魔皇, 什么, 下一代魔皇, 魔族的重要基地, 听到此话, 包括赵放在内, 众人无不失露出狂喜的神色,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可不就是尽可能对魔族造成杀伤, 尽可能的造成破坏吗, 更何况, 他们现在的计策, 也是斩杀魔族的重要任务, 然后趁机杀上一个回马枪回人族领地, 魔族的三皇子, 下一代的魔皇, 还有什么, 能够比这个目标更有价值, 臣子殿下, 咱们, 一名归人先踪弟子开口问道, 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 但周围之人, 以及赵放, 都明白他想要说什么, 而且此时,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赵放, 这可是一条大鱼, 一条肥美的大鱼, 要是能够把他拿下, 那可绝对能够震动整个魔族, 赵放当然也是心动无比, 但是看着前面那一支全部由高阶魔族组成的部队, 赵放就能够知道, 想要下手, 却不是那么简单, 这三皇子在魔族内部地位极高, 那么身边的保护力量自然不会少, 如果赵放他们贸然行动, 只怕还不等见到那三皇子, 就绝对会被周围的魔族斩杀, 赵放并没有回答, 而是开始思考起来, 众人自然没有打扰赵放, 因为他们也十分清楚如果行动, 危险究竟有多大, 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 只怕他们出手, 就是送死, 你们几个, 分散出去, 再仔细观察一番, 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有用的消息, 赵放又是对着之前那几名负责侦策的归原先宗弟子说道, 那几人没有半点犹豫, 快速地离开, 谁都知道, 赵放现在也是心动了, 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好办法而已, 这三皇子身边绝对是有强者守护的, 单单看看这外面竟然就有高阶魔族组成的军队, 便是能够明白这一点, 那么, 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够悄无声息地斩杀那三皇子了, 这一次, 约莫是过了一个多时辰, 那几名出去探查消息的归原先宗弟子才算回来, 显然, 这一次他们是深入到了很远去探查消息的, 神子殿下, 我们探查到了一个消息, 或许对我们有用, 第三千三百六十六章假扮使者, 我们拿下了一名上尉魔族, 然后从他口中知道, 原来这里竟然还有一些妖族之人, 那些妖族人被魔族灭国, 但是魔族并没有灭了他们, 反而是留下了他们, 用他们与外界接触, 从而保护在这里的真正核心, 也就是拿出基地, 以及三皇子, 而这整个妖族的先国, 却是被魔族完全占据, 整个先国境内, 驻扎着无数的魔族士族, 同时还囤放了无数的资源, 不过, 这些妖族人却还是要和外界接触的, 按照魔族的说法, 让这些妖族人和外界接触, 就是为了减少外界的猜疑, 这逻辑, 虽然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 不过, 赵放却不得不说, 魔族的这般做法, 却是和赵放他们如今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让那些妖族和外面接触, 固然存在一定的暴露危险, 但谁都知道, 魔族残暴无比, 所以, 谁又能想到, 这些妖族竟然是魔族故意留下来的? 当然, 不管这些魔族是怎么想的, 可对于赵放他们而言, 却是一个机会, 只要魔族还在让那些妖族与外界接触, 哪怕只是小范围的接触, 那么, 赵放他们就能够冒充是使者, 拜访这妖族仙国, 而想要冒充使者, 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有难度, 但对于赵放而言, 却没有丝毫的难度, 不要忘了, 赵放本身就是青桌仙国的国主, 那么, 他自然能够开出被法则认可的使臣身份, 赵放不再犹豫, 直接让众人换下了身上的衣服, 而是拿出了一些看似极为华丽, 但是却根本没有丝毫其他作用的衣服, 随后, 赵放又让众人将武器全部收起, 只是留下二十余人充当护卫带着武器, 至于其他人, 却是故意大摇大摆的抬着几十箱的礼物, 既然是钱去摆放的使臣, 那自然是要样子做足的, 而赵放自己, 摇身一变, 却是变成了青桌仙国的一名王子, 当然, 所有人的刻意压低了修为, 让他们看起来, 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国出来的, 一群人乔装打扮一番, 又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 随后, 便是大摇大摆的出发了, 叶峰大摇大摆的走在前面, 那嚣张的模样, 像足了一个顽固, 而他们走过去的目标, 竟然就是那群尚尉魔族所组成的军队, 见到这么一只奇葩队伍走过来, 尚尉魔族将领明显是疑惑无比, 要知道, 面前那群抬着大箱小箱礼物的人族, 实力简直弱得可怜, 怎么看, 怎么都有些异类, 自然, 也就没有被那些魔族放在眼中, 那尚尉魔族上前一步, 看着叶峰等人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来这里做什么, 叶峰故意上前一步, 抬着头, 面试地看着那尚尉魔族, 区区一个兵头, 你有什么资格问本王子是谁, 去, 把你们的负责人叫出来, 就说清卓仙国妻王子到访, 而照放的话自然是有些嚣张了, 不过, 这却反而符合他的形象, 而就在照放说话的时候, 照放身边一名归原先宗强者假扮的官员快步上前, 先是递给了那尚尉魔族一袋丹药, 然后才说道, 这位将军请勿见怪, 我们王子其实人挺好的, 这一次, 我们是奉了我们国主的命令, 叶峰万国, 递结盟约, 希望能够见到归国负责人, 商讨一下盟约的事情, 对了, 我们之前派出来的使者说, 这边在打仗, 所以我们是通过一条秘密小道过来的,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人可以说本就是照放身边现在留下众人之中比较精明之人, 此时故意岔开话题, 就是为了免得那尚尉魔族继续深究, 毕竟, 这些可都是尚尉魔族, 而且现在还是在和人族全面开战, 真要惹恼了, 可是绝对会直接出手的, 所以, 他自然是要说出一些让那尚尉魔族心动的东西, 只有这样, 才能继续行动, 果然, 那尚尉魔族听到秘密小道, 眼睛微微一亮, 但却是故作疑惑地问道, 秘密小道, 我们怎么不知道, 那归原先宗弟子嘿嘿一笑, 然后说道, 贵国不知道也算正常, 那是一条极为隐秘的小道, 似乎是因为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也不知道是强者战斗,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所以空间坍塌所形成的, 我们清酌仙国, 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那尚尉魔族并没有继续多问什么, 因为他清楚, 如果真的有秘密小道, 那么绝对对于他们魔族来说有大用处, 所以他便是问道, 你们的败帖了, 那归原先宗弟子也不犹豫, 直接将败帖递了过去, 先国败帖是国主所签发的, 那么自然是会获得先国气运加持, 只要实力达到一定程度, 就能够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那尚尉魔族用神念月威探查, 便是已经认出这败帖是真的, 而且, 和周围那些人的气运也是同出一处, 这就证明, 这支使臣队伍应该是真的, 他不敢擅自做决定, 毕竟, 不管是留下那妖族先国和外界联系, 还是说那秘密小道, 都是对于魔族来说有用的, 所以他接过败帖, 然后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去通报, 说完, 那尚尉魔族身影一闪便是消失不见, 而此刻, 之前还一副顽固模样的照放, 却是故意露出震惊的神色, 惊声说道, 哇, 他, 他的实力好强, 中围其他的尚尉魔族听到照放的话, 眼神中闪过一丝轻蔑, 在他们眼中, 照放这一群人的实力简直低得可怜,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不入流的先国过来的, 当然, 不管那先国实力如何, 魔族才根本不在乎, 他们在意的是地理位置, 在意的是能不能借到直接进入人族腹地, 甚至可以说, 这群使者实力越弱, 对于魔族来说越是有利, 爱帖很快送到魔族三皇子手中, 果然, 那三皇子也是心动了, 如果真的有一条秘密小道, 而且还是在人族自己先国的掩护下进入人族腹地, 那么绝对是对于他们有着极大的好处的, 第三千三百六十七章面见妖王, 去, 让那妖族的国主带着人接见那人族使者队伍, 不用管他们想要什么, 我们只要弄到那秘密小道, 以及进入那人族先国的办法, 三皇子淡淡说道, 这种小事自然不值得他亲自过问, 很快,一直被魔族所掌控的那妖族先国国主, 便是在一次座上自己宝座, 而各个官员, 护卫什么的, 也各自就位, 至于照放他们, 则是被那只上尉魔族护送着朝着魔火城内部走去, 当然, 此时, 可不是叫魔火城, 而是叫仙灵城, 那时那妖族先国国都, 原本的名字, 只是可惜, 现在除了这国都, 妖族先国早已经什么都没有留下, 原本, 想要冒充一国使者, 哪怕是有照放这个国主在,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毕竟, 使者出行, 那么自然是带有目标, 从而, 从一开始就会准备拜帖, 礼物等等, 特别是一些礼节上的事情, 绝对会提前调查和准备, 当然, 哪怕不说这些, 如果说魔族真的有意要调查一下照放他们, 只需要询问一番照放他们一路所见, 只怕照放他们也要露线, 好在, 那魔族三皇子想要的只是照放他们随口说的什么密道, 而如今的妖王以及这满朝文武等等, 不过都是魔族的傀儡, 留着他们性命的唯一用处, 不过是在需要的时候用他们演戏, 故弄中为偶尔路过的其他先国的人罢了, 甚至, 就算这整个仙灵城, 实际上都是一个戏台子, 在这先灵城中, 别看表面看起来来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那些妖族人如同普通妖族一般生活着, 可实际上, 他们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实则都是被魔族所掌控着, 这里就是一处大舞台, 妖族在演, 魔族在演, 而照放他们也在演, 只不过了, 照放他们的最终目标, 是寻找到魔族三皇子所在的位置, 从而进行斩杀, 从照放一进入这些灵城, 便是将周围的人散去, 表面看起来, 似乎是因为照放要进宫面见妖王了, 他的手下趁机要去好好体验一下异国风情, 但实则, 这些人却是要去打探消息, 至于照放自己, 便是带着几个人进入到了妖族皇宫, 故意拖延这时间, 那妖王哪里有什么做决定的权利, 他接到的命令, 便是不管对方提出什么要求, 都要一口答应, 只要是能够套出这群人所走的那条密道, 那么这群人便是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那么自然, 如果想要通过谈判去拖延时间, 几乎没有丝毫的可能, 而照放其实也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 所以, 在他进入皇宫见到妖王之后的第一件事, 并不是直接开启谈判, 而是仔细开始观察周围, 照放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要找寻到一个单独跟妖王说话的机会, 原本以为此事并不简单, 毕竟, 魔族绝对会重点关注妖王, 让他根本没有丝毫兴风作浪的机会, 可出乎照放所预料的是, 在这妖族皇宫之中, 魔族的监视力量却并不算太强大, 至少说, 是照放能够应对的, 照放带着四名假扮成使者随从的归人先宗弟子, 在进入大便之后便是已经察觉到了这里的监控力度其实并不算强, 总共, 也就是几十名魔族仙王敬强者在阵守而已, 当然, 几十名仙王敬的强者阵守四方, 对于这妖族仙国来说, 绝对是一股不容抗衡的恐怖力量, 使得他们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之心, 但对于照放他们而言, 还真不算什么问题, 毕竟, 照放带着的这四个随从, 可都是先皇修为, 照放用传音秘术通知了那四人, 四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在进入皇宫之后立刻便是出手, 当然, 他们并不可能出手去斩杀魔族的那些布置, 而是屏蔽了那些人的监控, 让照放, 能够有机会和妖王好好说话, 其实照放这也算是在赌, 毕竟, 这妖王被魔族三皇子控制了这么久, 心中还是否有反抗的心思, 没人能够保证, 不过, 照放却敢去赌, 毕竟, 诺达一个仙国, 一万妖族人惨死, 而就算这妖王也有很多的亲人也是死在了魔族手中, 那么, 照放怎么可能会相信这妖王心中真的就没有怨言, 他之所以不反抗魔族, 不是他不想, 而是他不敢, 也没有那实力, 因为这妖王很清楚地知道, 若是他不配合魔族的要求, 只怕, 就算是现在他仅存的这些子民, 必然也会被魔族全部斩尽杀绝, 至于原因, 很简单, 那就是实力, 这小小一个妖族先国, 拿什么去跟魔族对抗,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妖族先国只能任由魔族宰割, 点, 可是, 这妖王只怕也十分清楚, 他们现在之所以还被魔族留着, 只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点点的利用价值, 点, 但是一旦等到他们失去利用价值之后, 以魔族的暴虐, 那么他, 以及他所有的子民, 必然也会没魔族毫不留情的抹杀, 所以, 照放来了, 他给这妖族先国带去的是希望, 一个复仇的希望, 一个可以让他们或许有机会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当身边的四名先皇强者已经屏蔽了魔族的监控之后, 照放也不再犹豫, 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 你就是这个先国的妖王吧,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乃归原先宗神子, 人族联军总指挥, 赵放, 讲必, 我的名字, 你应该听过, 说到这里, 赵放微微停顿, 果然, 此刻, 不管是妖王, 亦或者是听到赵放话的其他妖族人, 明显面色大变, 他们当然听过赵放的名字, 赵放带着人族的一支精锐, 深入到魔族腹地, 斩杀无数魔族, 甚至试图灭数个魔族城镇, 虽然明面上谁也不敢表现出来, 但暗地里, 实际上就算这妖王, 也不止一次暗暗佩服赵放的勇气, 当然, 也仅限于此, 因为他十分清楚, 这些事情赵放可以做到, 但是他们, 却是连提都不敢提, 否则, 必然会被魔族灭杀, 第3368章赵放敢赌这一把, 妖王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赵放, 他明白, 赵放既然来了, 那肯定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他去做的, 而这事情, 或许牵连甚广, 所以, 他必须要听了赵放说的事情, 才能做出决定, 当然, 赵放也明白他的想法, 所以此刻继续说道, 我们的时间不多, 魔族人一旦发现这里被屏蔽, 或者是看出端倪, 必然会立刻前来, 所以, 我也长话短说, 我这一次过来的目标, 就是那魔族的三皇子, 而需要你做的事, 尽可能配合我们, 将那三皇子引诱出来, 只要你能够做到, 我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将你救出去, 也不能保证你现在剩下的子民能够全部得救, 但我能保证的是, 会尽全力营救你的子民, 同时, 若是你王室之中能够人性免劫难, 那么我会让他登基为王, 继承你的先国, 就算是真的事情走到了我们都不想见到的局面, 那我也会保证, 未来, 你的先国, 必然会有你的子民继承, 说到这里, 照放又是顿了顿, 看了看那妖王的神色, 然后才接着说道, 想必你应该知道, 魔族已经和我们人族全面开战, 而我们人族, 无数先国已经达成统一, 当然, 还有一些其他种族加入盟约, 作为人族前线大军的总指挥,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这一次, 既算我们不能负面魔族, 那至少也要打到他们元气大伤, 打到他们在南兴风作浪, 或许, 你会说就算如此, 但是你死去的子民不可能活过来, 的确也是如此, 但至少, 我们可以为他们复仇, 同时, 也可以避免更多的先国成为废墟之地, 我是两个先国的国主, 但其实, 有一个先国, 远比你们更惨, 那个先国的子民几乎全部战死, 国主在最后的时候将整个先国托付于我, 而我, 也将他剩下的子民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所以, 这事情, 我还是有些惊艳, 所以, 只要你答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我有把握, 至少能够救出你剩下的五层以上子民。 赵放说得十分诚恳, 没有半点的隐瞒, 就算是承诺, 也只是说出自己最为保守的估计, 因为赵放清楚地知道, 他没有时间去耽搁, 他只能将自己的底牌直接说出来, 然后任由这妖王去选择, 这就是赵放的诚意, 同样, 赵放这么做, 也是有着赌博的趋势, 但还是那句话, 赵放敢赌, 因为他相信, 这妖王有很大的几率会选择和他合作, 果然, 那妖王仅仅只是吃一片刻, 却是直接开口说道,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叶峰点了点头, 事宜说道, 什么事, 那妖王却是猛然将一名孩童拉到自己面前, 这是我的长子, 也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的子女很多, 但我知道, 指望你全部救走根本不可能, 我的要求是, 你必须保证, 我的长子能够活着离开, 至于其他人, 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必须尽全力去营救。 不愧是妖王, 做事果然没有丝毫的托尼带水, 直接也将自己的底牌说了出来, 他的底线和要求, 其实在叶峰看来, 在正常不过, 毕竟, 这个长子, 照放能够看出天赋十分不错, 实际上寄托着妖王全部的希望。 照放也不废话, 却是直接随手一挥, 竟然是一道光门出现, 透过光芒, 隐约所看到的, 却是一座宫殿。 你的长子, 我现在就能保证他的安全, 这里, 是清卓仙国, 也就是我的仙国, 我现在就会将他送过去。 那妖王面色微微一变, 虽然作为国主, 能够调动国运做出一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也可以掌控自己仙国的仙国守护, 可是, 距离如此之远竟然能够打开一道传送门。 这至少在这妖王心中, 为所未闻。 当然, 其实换做是成就身体之前的照放, 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现在照放却能够做到。 虽然对于审理消耗颇为严重, 而且, 送一个人如此远距离的传送已经算是极限, 不由分说, 甚至根本不给那妖王和王子道别的机会。 照放直接将那王子丢入传送阵, 不过, 照放依然是多坚持了片刻, 直到那妖王看见自己儿子被一群人迎接到。 照放这才关闭了传送门, 见到那妖王似乎想要开口。 照放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但实话告诉你, 这样的手段, 我唯一只能做到这么一次而已, 超远距离的跨越先国传送, 你也是一国之主, 应该明白有多难。 实话说, 刚才的传送, 我依靠的不过是一键一宝, 原本是我用来保命的手段之一。 那妖王点了点头, 好, 你说吧, 要怎么做, 接下来, 我, 还有我的子民, 都会听从你的安排。 照放微微一笑, 他知道, 他在一次赌队了, 其实照放倒不是说真的施展那么一次跨越先国的传送, 只是, 那般做的消耗太大, 至少他现在根本不敢再次这么做, 毕竟, 使用一次, 他差不多需要消耗体内大半的神力, 现在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 谁也说不准战斗会在什么时候爆发, 所以, 照放能够将那妖王的长子送过去, 其实已经算是极限, 到了此时, 时间大约过去了半可钟, 说起来并不是很长, 但照放明白, 不能继续再屏蔽下去了, 所以此时对着那妖王说道, 明日我再来见你, 再说其他, 今日, 没时间了。 说完, 照放便是对着身边的四名归原先宗强者示意, 那四人会议, 立刻便是撤去屏蔽, 实际上, 此时, 魔族监控的人也的确注意到了这边的异常, 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 可他们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所以此时, 已经有魔族强者将注意力集中过来, 照放猛然抬头, 却是看着妖王大声说道, 妖族之王, 你的胃口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 想要我们给你秘密通道, 你可知道, 那一条秘密通道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 绝不答应, 第3369章合作, 哼, 我看你们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今日, 就到此吧。 那妖王也是瞬间会议, 脸色故意露出愤怒的神色, 然后说道, 哼, 人族使者, 你们既然想要合作, 那就要拿出一点诚意来, 不过是一条通道而已, 又有什么宝贵的? 如果你们连这么一点诚意都没有, 我看, 那么我们两个先国也不需要继续谈下去。 不过, 此时的照放根本没有理会那妖王, 而是带着人直接朝着外面走去, 此刻, 已经恢复正常, 所以那魔族暗中监控的人倒是能够听清楚两人的谈话, 他们自然知道, 这一次三皇子之所以让着妖族先国的人接待这群人族使者, 唯的就是那条秘密通道, 见到人族使者不答应, 他们倒也没有太过于奇怪, 很快, 消息便是被传递到了三皇子耳朵里, 传讯之人自然不会说在一小段时间, 他们的监控似乎有些出问题, 而只是对着那三皇子说道, 殿下, 这群人族似乎胃口有些大, 对于妖王提出来的条件根本不答应, 今日两人谈判不欢而散, 但看那样子, 似乎那人族使者并没有放弃谈判, 而是准备明日继续, 三皇子点了点头, 并不太在意地说道, 这是正常的事情, 掌握一条秘密通道, 而且还是跨越极远的距离, 只要那些人族不傻, 就不可能轻易交出通道, 如果一次就能谈成功, 那反而是有问题, 你去通知妖王, 告诉他, 不管人族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都可以答应, 就算他的先国办不到, 但我们可以替他办到, 告诉他, 我们要的, 只是那条通道, 不惜一切代价。 是, 殿下, 那魔族退了下去, 显然是去找妖王传递消息去了, 而此时, 不管是赵放还是那妖族妖王, 都是在准备着, 妖王需要尽可能的搜集情报, 因为他知道, 赵放需要这些情报, 而赵放, 也是在结合其他归原先宗弟子打探到的消息, 分析斩杀那三皇子的可能性, 两人虽然今日并没有达成合作方式, 但两人, 却都十分默契地找到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毕竟, 两人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人, 第二日的会面, 倒是比第一日时间长了很多, 但其实, 赵放和妖王能够真正商谈的时间, 不过只是区区几个呼吸而已, 魔族人, 显然是加强了对妖王等人的监控, 不过, 这几个呼吸的时间, 却足以让两人交换了情报以及自己需要的帮助, 赵放的目标很简单, 弄清楚魔族三皇子所在的位置, 已经守卫力量, 原本, 其实赵放根本不指望妖族能够提供太多的帮助, 因为此时的这个妖族先国, 完全被魔族所掌控, 一旦他们有过激的行为, 毕然是只有死路一条, 但出乎预料的事, 妖王以及中妖族, 却愿意为赵放等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魔族三皇子的位置被探查清楚, 中卫的守卫力量也被探查清楚, 甚至于, 就连刺杀了魔族三皇子之后, 如何撤离, 妖王也做出了安排, 当然, 这必然会以牺牲无数妖族人为代价的, 当日, 赵放承诺妖王会尽全力营救妖族人, 那妖王没有说什么, 而是直接答应, 但其实, 那妖王十分清楚, 如果赵放等人的行动一旦成功, 那么他们这些妖族人, 必然会因为魔族三皇子的死亡而陪葬, 但妖王依然是选择了帮助赵放, 因为他想要复仇, 妖族人也想要复仇, 当然, 牺牲实在说难免, 所以, 妖王故意将一大部分根本不知情的普通妖族人驱赶离开了王城, 只允许他们在城外居住, 这让很多妖族人难以理解, 甚至引起过好几次的民乱, 但妖王根本没有丝毫的留情, 一旦有民乱, 则会立刻镇压, 妖王想要做的, 其实, 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告诉魔族人, 城外那些人, 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尽可能地保护这些人的性命罢了, 不管是否能够成功, 但妖王必须要为自己的子民负责, 当然, 难免不了的, 妖族内部自然会有一些人是为了活命, 会不惜一切去讨好魔族, 哪怕是出卖赵放和妖王, 所以, 他们的行动十分隐秘, 谈判断断续续, 有时候甚至几天时间, 赵放和妖王都不会碰面, 而是派出一些人在那里胡乱地扯皮, 魔族三皇子已经显得有些不耐烦, 甚至几次准备直接出手对付赵放等人, 不过, 当一名归原先宗弟子故意透露出贪婪, 故意说出了有些事情, 其实要是给得起价钱也不是不能商量的话语之后, 三皇子又是选择了没有直接动手, 魔族要的是一条平稳的路线, 能够直接通往人族腹地的路线, 甚至, 和人族一个小先博达成合作, 然后在人族腹地建立一处中转营地, 以便于在必要的时候, 对人族联军发起致命的打击, 而赵放他们给出的诱饵, 也正是这个, 所以, 三皇子才能够一次次地忍住了脾气, 但赵放却清楚地知道, 时间越久, 那么越是容易出错, 关于这个问题, 赵放和那妖王也有交换过意见, 原本赵放是没有太指望妖王, 但出乎赵放所预料的是, 就在半个月之后的签约仪式上, 妖王做出了让赵放预想不到的决定, 这一日, 风和日丽, 仿若只是普通的一天, 而因为时间实在拖得太久, 赵放也明白魔族快要失去耐心, 所以便是准备和妖王演一场戏, 以便于能够引出那魔族三皇子。 其实, 这半个月的时间, 赵放他们唯一寻找的, 也正是那魔族三皇子的下落, 只是可惜, 却一直没有结果, 否则, 也不用演现在这场戏了, 毕竟, 如果一旦找到三皇子的下落, 赵放他们, 便是早已经出手, 原本, 二人所商议的是, 通过达成协议, 然后再借口需要修建大使馆, 以此再来拖延几天, 但是那妖王, 毕竟已经在那三皇子的掌控下生活了许久, 所以他十分清楚, 就算再拖延几天时间, 也根本没有用处。 第三千三百七十章拿下三皇子, 除非, 他使用特殊的过激手段, 妖王的决定, 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不但是赵放不知道, 甚至就连妖王的心腹, 也根本不知道。 这一日, 双方正准备签约之时, 妖王却突然间站了起来。 看着赵放,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愚蠢的人族, 你以为我们真的会和你们签订协议吗? 哈哈, 你太天真了, 什么狗屁通道, 我们妖族根本不在乎, 实话告诉你们, 今日, 不管是我们妖族, 还是你们人族都要死在这里? 我在这王城之中当着傀儡, 毫无自由, 甚至要看着自己的子民被魔族屠杀。 你没有听错, 就是魔族, 是不是很害怕? 没错, 我们这个先国, 就是魔族的一枚棋子而已, 这日子, 我早已经过够了, 想要那通道的, 不过是魔族的三皇子而已, 至于我们。 哪哪通道能有什么用处? 听说, 你们人族也和魔族开战了, 现在是不是很绝望, 你自己将这一条能够通往人族腹地的通道送到了魔族面前? 不单单是你, 就算你的族人, 你的先国, 必然也只有死路一条。 哈哈, 我的先国已经被灭了, 那就让你们人族先国, 成为我们的陪葬品。 那妖王笑得十分疯狂, 可话里的意思, 却让赵放, 以及其他人都能够听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他是在故意刺激那三皇子, 要逼那三皇子现身, 毕竟, 这半个月他们已经用尽办法, 却根本探查不到三皇子究竟在什么地方。 果然, 妖王突然发疯, 让周围的魔族猝不及防, 而就在妖王话音刚落, 瞬间, 多达数魔族强者猛然出现, 不过片刻之后, 一名年轻的魔族人也是出现。 那魔族人自然就是魔族三皇子, 他忍了足足半个月, 围的就是那条通道, 可眼看着今日就能够得到那条通道, 没想到, 这一向听话的妖王, 竟然会叛变, 竟然会将魔族的存在告诉对面的人族。 所以, 他现身了, 不准备继续磨蹭时间, 三皇子一出现, 便是淡淡地看了那妖王一眼, 随后说道, 杀了他。 话音一落, 一名魔族强者瞬间朝着那妖王冲去。 哪怕, 那妖王是这个先国最强者, 可是面对魔族的强者, 却也是根本不够的。 所以, 仅仅只是一招, 那妖王便是直接被魔族强者灭杀。 而后, 魔族三皇子才转身看向赵放等人, 呵呵, 我本不想现身, 也无一要你们性命, 若是你们乖乖拾去, 早点和这妖王达成合作, 交出那通道, 又何至于现在这般模样。 说话的同时, 魔族三皇子直接挥了挥手, 立刻, 便是数百名魔族强者毫不犹豫地朝着赵放等人冲了过去。 那一次再明显不过, 就是要拿下赵放等人, 然后逼问出那秘密通道的位置。 只是可惜, 如果这魔族三皇子仔细一点, 那么就会发现, 赵放身边的人, 实在太淡定了一些, 而且, 在他出现的时候, 众人明显眼睛微微一亮, 既然这魔族三皇子已经出现, 那么赵放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再说了, 如果再犹豫下去, 岂不是等于那妖王是白死了。 动手, 赵放一声令下, 刹那间, 归原先宗众人散去自己身上的伪装, 强大的气息一瞬间爆发而出, 而与此同时, 四名先皇进强者, 直接朝着那魔族三皇子包围过去。 魔族三皇子身边不可能没有强者保护, 但是, 魔族确实太轻敌了, 赵放等人, 这十几天的伪装, 早已经让魔族认定他们就是一群来自一个小国的人族使者队伍。 就为帝的可怜, 甚至, 随便一对巡逻的魔族士族, 都足以将赵放他们灭杀。 其实不仅仅是那三皇子, 就算众多魔族人, 也根本没有想到赵放等人会出手, 就更想不到, 原来赵放等人竟然拥有如此强悍的实力。 仅仅只是一瞬间而已, 那魔族三皇子甚至都还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便是已经被两名归原先宗的强者制服。 赵放当然不可能就这么杀了这三皇子。 要知道, 赵放他们之所以过来, 可不仅仅只是为了斩杀这三皇子, 魔族三皇子活着, 远比死了更对赵放等人有利。 追赶向前, 我就杀了他。 赵放来到三皇子身边, 一把长剑直接架在了那三皇子的脖子上, 此时, 三皇子全身羞为被封印, 俨然犹如一个废人一般。 又哪里能够做出反抗, 不要管我, 杀, 杀了他们。 三皇子大声叫嚣着, 可赵放却不会惯着他。 猛人一拳便是砸在那三皇子的脸上, 就算他没有被封印修为, 只怕都不见得能够接下这蕴含神力的一拳, 就更不要说是现在了。 所以, 只是一瞬间, 那三皇子便是吐出一口血水, 想要开口, 却是说不出话来。 退后, 都给我退后, 赵放身边, 几名归原先宗弟子大声地叫嚣着, 而中围的魔族, 却是傻眼了, 这一切的发生, 只不过是短短一瞬间而已, 没想到, 他们的三皇子便是被对面的人族直接抓了活口。 那可是三皇子啊, 那可是魔皇最为宠爱的皇子之一。 那么, 这些人又哪里敢擅自做出决定? 于是乎, 一群魔族人只敢围着赵放等人, 却根本不敢突围进来, 赵放也不管那么多, 直接一把提起那魔族三皇子, 然后便是带着人朝着外面冲了过去, 因为赵放十分清楚, 其实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魔族可不同于人族, 区区一个皇子而已, 赵放十分相信, 一旦是魔皇得到消息, 最大的可能, 是不管这三皇子的性命, 也要将赵放等人留下, 所以, 赵放自然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直接提着这三皇子, 便是朝着外面冲了过去, 不断有魔族氏族从四面汇聚过来, 但看到赵放手中的三皇子, 他们却也根本不敢有丝毫行动, 越来越多的魔族氏族加入, 但这些魔族, 却仿佛是在护卫赵放这群人一般, 赵放等人的速度极快, 但是周围的魔族, 却根本没有放弃的意思, 而是继续跟随着赵放, 感谢观看,